特鲁多作为加拿大第一位参加同性恋游行的加拿大总理 昨天在多伦多成为了游行最瞩目的焦点 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的同性恋游行活动从下午两点开始 沿着多伦多市中心布洛尔街和车士街道 迎来了上百支游行队伍 安省省长伟恩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陪伴在特鲁多左右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在推特上率先发出合照 也引爆了全名赛与总理近距离接触照片的合照 特鲁多上个月在沃台华国会山升起代表LGBTQ组织的彩虹旗 他称 加拿大现在正团结起来 共同维护LGBTQ少数群体的权益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游行的意义 据悉 在参加游行之前 特鲁多参加了位于多伦多同性恋村庄一个室外教室的活动 他和参与者们一同高唱了Lady Gaga的Ball This Way 以支持同性恋群体 多伦多同性恋游行的执行总监Chair Lewis说 同性恋游行总与政治挂钩 今年的游行也像是一个对外界的提醒 对LGBTQ少数群体的权益保护仍然还有许多要做 游行中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作为游行队伍之一的维护黑人利益的团体Black Lives Matters 在游行途中静坐 要求将多伦多警方的标牌信息站台 从游行队伍和团体活动中移除 最后多伦多同性恋游行的相关负责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中断近30分钟的游行才得以继续 社交媒体上对于这次游行也都评价颇高 不仅因为总理特鲁多前来助阵 参与者们也将此视为与朋友重聚和社会团体交流想法的开心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